看微臣世界,物佛法皮毛。大家好,这里是智祥看微臣,我是智祥。 院子里的樱桃树开花了,看来等到收获的季节又有樱桃吃了。 樱桃,古名樱桃,据说这是因为黄鹰喜欢着实的缘故,又称寒桃。 樱桃果形颇似桃,而圆又如樱珠,所以通常就叫它樱桃了。 樱桃也称车离子,其英文名字是Cherry。 是被子植物门,双子叶植物缸,蔷薇木,蔷薇科,李鼠的落叶桥木,高2-25米,树皮灰白色或黑褐色。 小枝灰�色或灰棕色,嫩枝绿色,五毛或背书柔毛。 花絮散形,有花三至四朵,花叶同开,花瓣白色或粉红色,倒卵形。 樱桃色或灰棕色,嫩枝绿色,五毛或背书柔毛。 花絮散形,有花三至四朵,花叶同开,花瓣白色或粉红色,倒卵形。 樱桃试色,香,味,形俱佳的鲜果,在中国酒精栽培,品种颇多,供食用,也可酿樱桃酒。 樱桃的枝干,叶,根,花也可供药用。 除了鲜石外,还可以加工制作成樱桃酱,樱桃汁,樱桃罐头和果斧,鹿酒等,具有燕红色泽,杏仁般的香气,食之使人迷醉。 樱桃也是菜肴较好的配料。 樱桃具有抗烟、吸附粉尘、净化空气等改善环境的作用,是园林、庭院绿化和农业旅游经济的良好经济树种。 需要注意的是,樱桃树与樱花树不是一类植物,虽然樱桃和樱桃皆为蔷薇科里亚科,但是樱桃为梨树,樱花为樱树。 此外,二者的用途也不同,樱桃是果树,樱花是观赏花木。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它们的花粉是什么样子的。 在光学显微镜下面,大部分花粉呈现无色透明,也有一些微黄色,椭球形。 在电子显微镜下面。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 樱桃的花粉大约为50微米,有三列。 花粉成熟后会分散开来,成为单粒花粉,外观上则成粉末状,因此我们通常将单个个体称为花粉粒。 大多数情况下,花粉粒为球形。 如果把圆球形的花粉笔做圆形的地球,上面做北极,下面做南极,中间横切面就称为赤道。 连接南北两极的轴称为极轴,贯穿赤道面的轴称为赤道轴。 如果赤道轴长于极轴,花粉的形状称为扁球形,特别扁的称为超扁球形。 相反地,极轴长于赤道轴的称为长球形,特别长的称为超扁球形。 花粉在极面关所见赤道轮廓,可呈圆形,巨角状,剧烈片状等等。 在赤道面关,花粉轮廓可呈圆形,椭圆形,菱形,方形等等。 当然,在实际观察中,要能够真正区别极轴和赤道轴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。 遇到一些特殊的花粉,即使是花粉专家也有可能分不清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。 如果您想了解自己喜爱的花的花粉是什么样子的,可以给小编留言,小编会努力想办法满足您的愿望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